洲际弹道导弹试射的效果非常明显 中国的核大棒比对手要粗壮 这期老家说是这个话题 9月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成功的向太平洋深处 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 从随后官方发布的照片中判断 这是一枚东风31甲改导弹 试试之前中国向美国俄罗斯等相关的国家进行了通报 美国很高兴认为中国对自己很尊重 说这是增加互相理解 避免误判的重要的举措 尽管前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有一句名言 说话要和气 但手里要有大棒 但是每个人向来都是手里举着大棒 说话从来还不和气 那现在我们看到了 当他们真遇到一个手里也有大棒的对手的时候 就会说人话的 看来这次解放军的东风31甲改 这一根大棒的威力还是很明显的 可能有人不理解 我们向公海发射导弹 为什么要给美国人通报 这个是有讲究的 除了避免对方的误判 还有一个意思 就是你可以提前准备好 跟踪研究 搜集数据 这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公开的威慑呢 当然是的 几天之前 俄罗斯的萨尔玛特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失败 摇杆卫星拍摄到了发射场 遭到了摧毁的影像 实际上战略核威慑力量的可靠性 一直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最近不仅是俄罗斯的战略核武器试射出现状况 美国的英国的同样出现失败 能不能保证在接到发射命令之后 就能够顺利的把导弹打出去 把核弹头送到预定目标 这对谁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即使俄罗斯这样传统的弹道导弹强国 也有失守的时候 所以俄罗斯往往采用先发射后通报的做法 打成功的再公之于众 如果先行通报再发射 那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自信 意味着一个国家对自己的核力量充分的信心 说到就能做到 假如事先通报了却没有发射成功 那会很没面子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中国这次先做通报后成功发射 说明解放军的战略导弹 随时拉得出来 打得出去 其威慑力 美国人自己可以去品吧 中国国防部的官网公开了导弹发射的影像 这次试射从场景上看 是在野外进行的 周围没有任何预先建好的技术保障设施 这说明完全是一个临时选定的发射场 这非常符合战略核反击的实战场景 假如中国遭到了核突击 我们的战略导弹部队就要根据命令 立刻准备发射 发射场的选择必须是随机的 随时随地导弹都可以起数点火 看来蒋宏军的战略导弹部队 已经解决了这种临机 快速发射的全部的技术和保障问题 另外这次发射是在海南岛上进行的 大陆和海南岛之间没有桥梁 这种运输发射一体的大吨位的导弹车 如何上岛的 如何神不知鬼不觉的进入发射阵位 这都充分的展示了解放军火箭军的 战略机动能力和伪装遮蔽的水平 几乎是在解放军火箭军的 这一枚东风31甲改发射的同时 俄罗斯的萨尔玛特战略导弹试射失败 西方大肆的报道 说俄罗斯不行 那美国自己行吗 也不行 去年11月 美国已经服役了50年的 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失败 准备接替民兵3的新一代的哨兵 洲际弹道导弹 在研制阶段就遭遇了重大的挫折 研发进度大大的晚一美金的预期 美国空军现在部署的民兵3超过400枚 哪些导弹能用 哪些弹能不能用 谁也不知道 今年3月 英国潜射弹道导弹的发射实验再次失败 导弹差一点 把英国的核潜艇去报销了 我想所有人都应该打消 对解放军战略核力量的任何疑虑 尽管美国人对我们解放军的火箭军 是极尽渗透破坏之能事 各种卑劣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但是想削弱我战略核打击能力 仍然是痴心妄想 我们可以充满信心的说 当下中国的核大棒比谁的都粗壮 都稳当 好 这句话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G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